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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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按照圣经谈恋爱 按照圣经谈恋爱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一个属主的儿女 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 进入谈恋爱这个过程呢 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希望你的约会 谈恋爱的这个过程 能够经历神的祝福和恩典 甚至于将来在你的婚姻中 能够带下美好的祝福的话 有几个非常基本的准备工作 是不可以缺少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一定要确定 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因为一个新造的人呢 你才有可能经历 美好恋爱的这个过程 你才有可能减少 谈恋爱的过程中间 所带来的危险 你也才有可能增加 借着谈恋爱 让你这个人 能够更成熟 更老练 更讨神喜悦 一个人 你必须要很肯定的知道 你属灵的光景 是正常的 那我不是讲说 你要很确定 你一定是重生得救 这个是不需要讲的 如果你连重生得救都不确定 你根本不可能 有一颗无愧的良心 就是你很确定 你是重生得救的 不保证 你有一颗无愧的良心 一个人要有无愧的良心 在神的面前 你必须对着神 要好好的对付 你过去所有亏欠神 亏欠人的地方 所有的罪 你一定要认干净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 第九节那里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 一个应许 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的 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在哪些地方 过去对不起神 对不起人 而不只是承认而已 并且要远离那些罪恶 一个人不能够在神面前 有无愧的良心 你去谈恋爱 非常危险 罗马书十章 第九节和第十三节 告诉我们说 你若口里承认 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你就必得救 因为凡求告主民的 就必得救 这个得救 弟兄姊妹 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 被释放出来 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过去几次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间 都有很大的失败 后来神光照他 神让他看到 原来在他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解决 就是他非常在网路上 爱看色情网站 这一个罪 让他在跟任何一个 姐妹相处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好好的尊重对方 真正的爱对方 他看每一个人的时候 那些色情网站的东西 都回到他的心目中 所以神就光照他 让他知道说 你没有一颗无愧的良心 没有一颗清洁的心 你是不可能享受爱情的 他到了神的面前 他真正的悔改 神就释放他 后来他就有 非常好的恋爱过程 他们的婚姻到现在 不只是他们彼此相爱 神也用着这一对年轻人 他们现在在帮助 相当多的年轻人 教导他们怎么过程 一个圣洁 一个纯洁的生活 使徒行传 二十四章十六节那里说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 长存无愧的良心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 活在神的面前 你要知道 我虽然不同意 有一些人的说法 他们说 只要爱主 只要属灵 你生命中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但是 我却非常同意一件事 一个人不爱主 不属灵 那你生命中是注定 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爱主属灵 这是必要条件 但是这不是充分条件 一个人要爱主 一个人要属灵 然后 这个人还要有很多 其他方面的学习 他才能够荣神 一人 一个人要预备自己 进入恋爱的这个关系里面 除了认罪 让自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之外 第二步 他一定要做的 就是在神面前 他要有完全的奉献 这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 告诉我们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完全奉献 在这一节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告诉我们说 基督徒奉献的根基是什么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如果不是神的慈悲 临到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 把自己奉献给主 弟兄姐妹 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以为神 要我们奉献 是我们吃亏了 要知道 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主 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权利 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第二 这一段的圣经 告诉我们 基督徒奉献的范围 到底什么要奉献呢 是全人 那这里讲到身体 我们都知道 身体 是神所造的 是用来表达 我们这个人的本质 我们本来就是神造的 本来就应该归给神 但是这里讲到说 我们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迹 它里面在实际的运用上面 有几点 我觉得在我们预备自己 要进入恋爱的 关系的里面 很重要的 第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眼睛 你要知道 一个人 我们的眼睛 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眼睛影响到 我们的灵魂 所以人家说 眼睛是灵魂之窗 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道德如何 我们的灵性如何 我们这个人的品德如何 都跟我们的眼睛 有很大的关系 诗篇101篇第三节 说斜屁的事 我都不摆在我眼前 斜屁的事 在英文圣经 有好几个版本里面 都有不同的翻译 像清定版 就是所谓的King James 他是说Wicked 就是那些邪恶的事 那么 新美国标准版 NAS New American Standard 他是说Worthless 就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 一些 还有一个版本说 那些低下的事情 那些粗俗的事情 那些卑贱的事情 我都不摆在我的眼前 换一句话说 今天我们的眼睛 要看什么东西 非常的重要 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 我与眼睛立约 只能念念 沾望处女呢 NIV 就是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是说 我不用 色情的眼光 一直注视在一个女子的身上 今天我们的眼睛 看什么东西 一个奉献的人 我们的眼睛 只能够看那些良善的 那些高贵的 那些在永恒中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 一个人身体奉献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的舌头 是要奉献给神的人 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说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能够点燃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我们的舌头 应该说什么话 我们说的话 是让别人更爱主吗 是让别人过更道德 更高尚 更纯洁的生活呢 还是我们舌头说的话 是让人更粗鲁 更野蛮 更卑下 更自私呢 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乱讲话 不负责任的讲话 但是基督徒活在地上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舌头 奉献给神 有一个做年轻人工作的传道人 我非常欣赏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给年轻人 他对年轻人说 你如果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 你在结婚之前要学一个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永远都把你的舌头 放在你自己的嘴巴里 不要放到别人的嘴巴里 我相信你们都懂 他在说什么 我们的身体 奉献给神 不只是我们的眼睛 不只是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手也很重要 圣经里面讲我们的手 是做什么事的 我们的手是帮助人呢 还是我们的手去害人呢 我们是一个手节心轻的人呢 还是我们的手不洁净呢 我特别在这里提醒做姐妹的 你一定要注意 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就是不让男人碰她的身体 你的身体 不属于你 你的身体 是神的电 是圣洁的 你的身体 只有你的丈夫 才有资格碰你 在恋爱 在交朋友的过程中 不要允许任何的男人 碰你的身体 做弟兄的 你更要懂得尊重 别人的身体 所以你的手要奉献给神 不要乱碰 当然不只是手 我们身体上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那些地方 那就更不能让别人碰了 我很喜欢 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打网球的世界里面 相当的有名 他叫张德培 英文名字叫Michael Chang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就是等于是他的自传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掌握人生发球权 他那本书里面 有一句话 写得很好 他说 当我和某人约会的时候 我打从心里 就 持定 一个原则 我希望 我希望 别的男人 怎么样来对待我未来的妻子 我就怎样对待 我现在约会的这个对象 一个人 你越肯在神的面前 保持这种高标准的要求 你的恋爱经验 就越有可能 幸福 快乐 一个人的奉献 不只是 我们的 全人 一个人在奉献的中间 你会发现奉献会带下 我们生命中 一些改变 这改变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可以被更新 真言23章第7节说 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 他为人 就是怎样 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的灵 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信主以后 灵活过来 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还是被这个败坏的世代 所污染的 我们每一个人 不是信了耶稣以后 就不再自私 不再贪心 不再有任何的 邪情私欲 不是的 所以今天一个人 信主以后 我们必须在主的恩典中 慢慢地长大 让我们心思意念中 所有的那些污秽 慢慢地出去 可是很可惜 这个电视 这个电影 这些杂志 这些朋友的说法 这些甚至于网路上 许许多多的东西 都在给我们的心思 意念中带来很大的污染 让我们越来越误会 让我们越来越凶恶 让我们越来越淫乱 让我们越来越自私 让我们越来越没有同情心 我们怎么样从这里面出来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 不会去做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需要心思更新 魔鬼 魔鬼 他非常的忙 他忙什么 他就是要让人的心思意念 一天比一天的污秽肮脏 一天比一天的滴变 滴下 悲剑 基督徒 活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我们借着奉献自己 让圣灵有机会 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但是不只是奉献而已 我们更重要的 还需要靠着神的话 因为诗篇119篇那里告诉我们说 少年人用什么 竭尽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循你的话 诗篇119篇还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约翰在约翰福音15章 第三节也告诉我们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只有圣灵 在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 他能够用着圣经的话 来挤一点一滴的 竭尽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天的读经 祷告 每一天的默想主的话 我们常常在聚会的里面 去亲近神 这像什么呢 这就好像我们的灵魂呢 在那边洗澡一样 只有主的话 才能够来洗净我们 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基督徒 所谓的基督徒 我根本怀疑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一年就是到了圣诞节去吃教会的 这样的人 他根本没有机会让神的话来改变他 他里面充满的 当然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误会 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活 心思 意念 态度 反应 决定 都受着我们被神的话的影响有多少而改变 神的智慧在他的话语中 如果我们能够让他的话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个人 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得更讨神喜悦 所以我很鼓励年轻人 趁着年轻的时候 多背一点圣经 因为神的话实在是有能力的 格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银垒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 那一些至高之士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这里告诉我们 神的话 在一个奉献人的心目中 当圣灵工作的时候 他就能够攻破各样的堡垒 他能够把魔鬼各样的谎言 都能够扯穿 能够让人来顺服基督 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的年轻人 不是不懂得一些原则 道德标准 不是不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他们的问题 是知道应该做的 他们没有能力做 知道不应该做的 他们偏偏去做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吗 这个奉献太重要 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交在神大能的手上 你的心思意念 不可能被改变 心思意念没有被改变 哪里有能力来顺服基督呢 罗马书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这三章的圣经 就告诉我们基督徒 今天活在地上 怎么样挣扎 怎么样面对各样的危险 各样的难处 我们怎么可以过一个 得胜的生活 这是为什么在基督学坊里面 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 要把这三章圣经都背起来 弟兄姐妹多背圣经 并且让圣灵 把这些圣经 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心思意念要改变 不只是话语的问题 心思意念要改变 跟音乐很有关系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音乐是直接影响我们的心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所以 音乐它可以直接透过感情 控制我们的心思 它让我们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 这是为什么世界上 任何一个搞革命的人 都会利用音乐 以赴所书五章十九节说 当用诗章诵词临歌 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声 哥罗西书说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诵词临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解 心被恩改 歌颂神 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 当我们的心思意面 在神的恩典中被改变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需要注重神的话 我们一方面需要要学会有好的音乐 有赞美诗 有感恩的诗歌 有诗 真的是灵歌 诗章诵词 各样好的音乐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 能够被神改变 要知道 好的音乐 它的 一定是让我们这个人 不只是在魂里面被感动 是让我们的灵 会敬拜神 让我们的灵会感谢神 好的音乐 不是让我们的肉体越来越活跃 乃是让我们灵的深处 越来越被神吸引 所以一个人 要预备自己 进入婚姻 进入恋爱 奉献太重要 因为奉献 会让我们心意更新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不只是告诉我们 当如何行 更重要的是你给我们 开出一条路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可以走到你心意的中间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奉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 他必须得到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叶与鱼笔 祝耶路撒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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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